究竟買房子有什麼提示要注意的 今天我和你分享的10個提示給大家 我是Elsis Liu 是Pronix Malaysia Team Leader 頭一個就是你要選擇你的位置 例如KL Selangor 或者是區的話 Charras Oaklingut Kochella 或者是KLCC Area 你要注重你的位置 這樣你買房子就會很容易 第二個就是你要選擇你的類型 你想買的是Leader House One Story 或者是Two Story 或者是Corner House 第二個 Semi-D 或者是Banglor Apartment 或者Condor 你都要選擇清楚你想買的哪一個類型 第三個就是你要檢查你的預算 可以去到哪裏 你準備多少錢買這個房子呢 給10小時 你就要準備10% 給Dow Payment 這樣看你的Leader 可以借得到多少 是猜你借得到90% Dow Payment是18% 是猜你借得到80% 你的Dow Payment就是18% 再加18% 還有什麼費用你要付呢 就是SPA Leader Free 和Leader Free 還有一個是MOT 割名轉名費 就是割名轉名費 割名轉名費 這個Hoc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你要買到第三間屋 你都不用給70% 限制 你要檢查發展商 是否他們有參與這個Campaign 你就可以賣你的頭一間 到現在第三間 都可以借得到85%到90%的Leader 那第四個提示就是什麼呢 當你知道了你要賣哪個Type 你就要去檢查一下你的Leader 過不過得到 譬如說你要買一個700千的房子 你就要檢查一下 你相熟的Banker 問他你可以借得到 這個700千的房子的Leader 你要檢查清楚 before 你去看某一個的Property 第五項要做的就是 找一個 可以信一個的Property Agent 好像我自己就是幫了很多的朋友 買一個Kuchelama 或者是Oklang Road的Property 有意思看是哪一個Location 你就找屬於你的Property Agent 和你相信的Property Agent 去幫你找你要的Property 第六個Tips就是 你要檢查那個Property的Valuation 看現在它的Valuation 已經去到多少 跟著你買的價錢 是多少錢 和那個屋主買的價錢 是不是Value的價錢 或者是Below Valuation的價錢 第七個Tips就是 你選對了你的Property 你就做一個Offer 這樣雙方便 屋主和你 有一個中間的價錢 這樣你們就可以 寫一個Offer Letter 去 proceed這個賣賣過程 這樣你可以正式去 Apply for你的Loan Until你的Loan Approve了 你就要簽這個Loan Offer Letter 然後你們就可以 進行判署 去準備那個S&P 以及準備去簽這個S&P 第九個Tips就是 可以看 for freehold的Property 大概的時間 to process 就是三個月 加一個月的時間 來Process 轉名割名的時間 直到你可以拿索士 這樣for leasehold 就需要六個月時間 to process until割名 這樣for新的Property new project的話 你就Base on你的時間 看是幾年ready 這樣過後 你們就可以 拿你的鎖匙了 第十個就是 這樣你搞定了這些東西 Loyer那裡 就要跟你說 Gloan 幾時要出錢給小 這樣這些都結束了 這樣可以準備去 拿你的鎖匙了 就恭喜你 跟他合夥了 希望我這十個Tips 可以幫得到你 as a guideline 去賣你的Property 下個影片再見 記得subscribe 我的頻道 我是 Elsie Steel 多謝你收看我的 Video